曾经的旧社会吃不上饭的情况却很多见 在饥荒年代甚至有人连草根树皮都吃 不过中华文化里总是有很多习俗以及禁忌 在以前的农村地区 人们就算再没钱也不会打两种牲畜的主意 那就是看家的狗和耕地的牛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样一句俗语 穷死不卖看家狗 饿死不吃耕地牛 那么这两种牲畜的地位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从前农村地区的人们养狗可不是简单的作为宠物来饲养 而是专门用来看家的 农村地区地方比较大 住房又比较松散 家家户户都有住地 每到丰收时期仓库里总有粮食 而那个时候的治安却不是很好 不少人的家中都会遭遇小偷 为了防止家中的粮食和东西被偷 几乎每户人家都养了一只狗狗来看家户院 狗和其他动物比起来是很有灵性的 它们跟人类相处久了以后往往非常懂事 不仅能帮着看家 甚至还会帮主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而且农村的土狗在吃的方面很随意 家中的剩菜剩饭它们也会吃 主人无暇顾及它们的时候 狗子也会自己出去找吃的 至于饿死不吃耕地牛 说起来就更加有道理了 牛和狗一样都是对人类很忠心的动物 而且它非常聪明 在智商方面完全不比狗逊色 尤其是耕地的牛 它们不仅聪明还很服从主人的安排 有些时候牛甚至还会代替骡子和驴 在丰收的季节帮助农民驮重物 牛的作用虽然这么大 但是吃的却是青草 人们饲养它也不用太多成本 只要多花一些时间去放牛即可 正因为如此 从前的农村地区每家每户都会养一头牛 而人们哪怕是家里再穷 也不会把羹牛杀了吃 因为没了牛 家里就等于少了一个顶梁柱 虽说农民们看中牛和狗 是因为它们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实际的作用 但它们的地位之所以会这么高 还是因为这两种动物对人类都有着丰富的情感 关于狗和牛的各种传说 自古以来就有 比如狗是不会嫌弃主人家穷的 不管怎么样 它们都不会离开 而牛也会一辈子日劳日怨地为主人干活 不离不弃 所以在农村 人们一般也不会吃这两种动物的肉 不过如今时代变了 看家狗已经被人们当作宠物饲养 而刚定牛却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这句俗语却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了从前的农村人对于劳动的尊重 感谢观看